你把這個畫面打開之後 現在還沒有覺得有點熟悉的感覺對不對 我們直接從 還有兩個方式開始 一個是直接就開始錄螢幕 但是我想先不要這樣 因為這樣跟剛剛用錄影軟體沒有什麼兩樣嘛 我們就先進新的工程 就新的檔案 你把它點一下 來 你看一下 你有幾種選擇的方法 一種是我直接錄影 第二種 如果老師比較習慣 或同學你比較習慣 你自己準備PPT 就把它叫進來就好 我看個PPT 來講解可以吧 這樣是大家最容易的 當然如果你要有圖像的 比如說你有照片的 用照片來講解也可以 或者就直接開個完全空白的 都OK 好都OK 那麼我們先從完全空白這邊開始 點了之後 來看一下 有沒有覺得有點熟悉的感覺 這些尺寸 所以知道為什麼第一題要先打預防針了嗎 因為你了解了這個之後你就知道 到底要哪一個 一般我們至少會用到1280x720 就是說錄教學影片的話 好那我就選擇這個1280x720 再來你要幾個幻燈片 幻燈片等同投影片 假設我這一張或十張隨便你 當然萬一不小心你就給他零張也沒關係 假設我這樣子確定 但是你最好上面寫一下你的名稱 還要存在哪裡 專案檔存在哪裡 我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沒有任何投影片 換燈片 怎麼辦 從上面這邊也可以增加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也可以增加 所以萬一你進來沒有的話 請從這裡按一下 各位我再按下去你就不要 應該叫我不要講了吧 有沒有越來越熟悉的感覺 像不像PowerPoint 像嘛 所以如果你第一張 假設你有簡報 你可以直接匯進來 直接匯進來 那比如說我這上面這邊 我在這裡好像有準備一個簡報 這裡有一個一小時完成式的簡報 你如果有需要你可以下載 當然拿你自己的最好 因為你自己的才會更清楚嘛 好不好 那我就先給各位稍微試看看 你怎樣把這個打開 當然如果你增加太多了 你就把它刪掉 調整順序如果我還要教你 Office要重新學一下 對吧 好我就等各位一下吧 那我現在有準備了一個簡報之後 我也可以匯入簡報 那我這邊一樣我開個新的 我就來這邊創建一個新的 我從簡報匯進來 好的 你就找到你的簡報放在哪邊 放在下載這裡 好找到了 但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原則上它雖然可以匯入簡報 但是怎麼樣 但是你的那個 那個動畫那些都會不見喔 就是 它就是抓一個畫面而已 就抓一個畫面而已 確定 那你進來的時候呢 它會先問你 先問你說 請問你要拿幾張簡報要進來 有沒有 好 假設我就先挑幾張 好到這邊 確定 進來的 有齁 那第一件事情 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進來之後啊 其實它的空間 比較不是那麼大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發現 我們這裡有卷軸 這樣是不是比較不方便看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通常不會馬上開始用 我會來下面 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做 啊 糟糕 這個 有沒有百分之百的 右手邊有一個那個符號 有沒有這個符號 這就是自動縮放 把我們那個簡報內容 自動縮放 好 所以我按一下給您看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一點 你就不用那邊說來說去啦 就一來一去 這樣會比較麻煩 因為當我的畫面真的比較需要的時候 有沒有 就自動縮放 好 這是一個 所以你看 點一下 點一下 這樣 好像差不多嘛 那 可以準備開始錄影了嗎 可以 來吧 我們看上面這裡 這邊 這邊 如果您是這一個 您想要做錄影 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 你是真的需要出現的 另外一種 錄聲音可以吧 也可以啊 對不對 我們教材沒有規定 老師一定要出現才叫教材啊 老師沒出現就不叫教材 沒有吧 老師 出聲就好了 OK 所以你看下面這裡 請問有沒有一個錄影 錄製的功能 當然 因為各位的應該都有麥克風 所以 你可以錄看看 那 有一個前提 這裡 請問這個簡報多長 平常各位有沒有試過簡報是讓它自動播放那一種 預設 預設大概就3到5秒 所以它預設進來 你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注意到 預設的持續時間 是不是3000 但是不要忘記人家的單位是毫秒 好 對藝術學院的同學來講 毫秒 反正管它的 100等於1毫秒 1秒 100毫秒的1秒 OK 所以就是等於3秒 OK齁 來 所以呢我們在這邊 這個就是3秒鐘 所以如果你要比較長一點的 或者你也不知道說 我這一段我會講多久 那你先讓它長一點沒關係 比如說我是15 15秒可能也許還太少 30秒這樣 3萬嘛 了解嗎 可以齁 按下去 也沒有說自動延長的 好那我們現在就從頭來囉 你看我點一下這邊 有沒有多一個 我把它點在這邊 就是點在這個 時間軸 這個上面 有沒有多一個這個跑出來 多一個這個跑出來 你看一下 因為這邊就是 我們要什麼 你看我點到它 有沒有多一個這個跑出來 好 那這裡 我先長一點 如果我要從這個地方 開始錄製的話 我就移到這邊來按下去囉 按下去 按下去 這個是在介紹 有關於 AlphaGo的說明 有沒有錄進來了 所以你可以Play一下 這樣還OK嗎 對不對 老師也可以指出聲音啊 但是 有些時候會不小心吃螺絲 所以怎麼辦 它有很好的剪接功能 你看我點到這一個 點到這裡 你就來這邊 上面這一支就很好用啊 這個 哇 現在有點卡卡的 這裡 假設我這一段講錯了 你就把它框起來 你有沒有發現上面有個叉叉 重錄 有沒有 哈哈 其實我跟你講 如果上課的時候 我會比較 比較隨性講 如果我在家裡面錄的時候 就會比較容易吃螺絲 我就會用這種方法 哈哈 因為萬一出錯了 我就把那一段剪掉就好了 我不需要整段重新再來 這樣你了解我意思了齁 你可以像這樣 那所以就很方便 你可以再錄第二段第三段 甚至我可以把它怎麼樣 啊抱歉 對齁我剛剛想到 這中間應該再補講一個 所以我可以來這邊 把它切斷 有沒有一個分割 請問有沒有割開了 你就可以在這邊補 第二段第三段啊 這樣OK 所以就算沒有把人顯示出來 有沒有很簡單 那麼我現在是講到 第幾個 阿發夠是這個嘛 所以我把它移上來 調整一下這個播放的順序 這個拉下來 有沒有注意到 你有錄聲音的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喇叭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個是如果說 您想要直接用簡報 那搭配這個也是OK 也是OK 這是第一種方法 因為時間已經快不夠 所以我就先講一下 先講一下 讓各位有概念 你回去的話 可以把我帶回去沒關係 好 紛爭你帶回去慢慢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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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